诚划 你给我站起来 科长 昨天下班后是你倒的垃圾吧 是啊 那总裁的优盘你看到了吗 没有啊 那不应该啊 总裁说明明就在桌上了 如果不是你的疏忽 怎么会不见了你 我真的没有看到 我不管你看没看到 总之你今天必须把它找到 总裁说里面有相当重要的文件 如果你找不回来 今天就是你在公司待的最后一天 你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去找 立刻 快去 是 师父 麻烦你等一下 有事吗 小姐 我昨天可能把一个重要的优盘 当成垃圾扔掉了 能让我找一下吗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不会帮你找的 要找你自己找啊 真是当然 麻烦你了 谢谢你啊 我会抓紧时间的 快点啊 哎 陈华 哎 唐阿姨 您怎么在这儿翻垃圾啊 哦 总裁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盘 好像被我当成垃圾扔掉了 我们科长说如果找不到 可能会给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 是 是吗 哎 唐阿姨你别动手了 这垃圾又臭又脏了 哎呀 没事儿 两个人找比较快嘛 啊 来 唐阿姨你找到了吗 啊 还没有 不过就剩最后一袋了 肯定就在这袋里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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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哎 阿姨你手怎么了 没事没事儿 扎了一下 我带你去医院吧 哎呀 不用 就这点小伤 还剩下最后一袋了 找完就 哎 别管了 这我回来接着找也行 你万一细菌感染就麻烦了 我送你去包栽一下 哦 成花 成花 哎 哎 科长 我在垃圾堆那边没看见成花 连个人影都没有 什么东西 叫她找个东西半天回不来 原是打混回去 嗯 她是不想干了吧 行 那我就顺她的意义 让她回家放大架去 进来 总裁 您丢的那个优盘 找到了 对不起 没找到 不过您别着急 我们还在找呢 我一定严惩那个 把优盘丢了的员工 给您一个交代 有这个必要吗 东西丢了找回来才是最要紧的 惩不惩罚人是其次啊 这怎么行啊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这么不负责任的员工 必须得严惩 我非把它开除了不可 那你的意思是东西是我丢的 我应该写辞职报告了 我哪是那个意思啊 只要是我已经给过这个员工机会了 我跟他说 你只要把这个优盘找到 这事我就不追究了 谁知道他不但没去找 还丢下工作 忙自己的事去了 您说有这么干活的吗 行了 东西找到是最重要的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谁都会犯错的时候 每次只要一犯错 就把人炒了 那公司还怎么运作 我知道 总裁 只要是这优盘太重要了 里面都是商业机密 要是外泄出去 那会对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况且如果我不惩罚他的话 怎么给其他那些工作认真的同事 一个交代啊 是吗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你要衡量一下结果 优盘丢了损失是有 但是再把人炒了 是不是就是双重损失 你自己看着办办 嗯 我知道了 我会有分寸的 出去吧 好 你先忙着 哎呀 成化呀 幸亏你带我来医院了 医生说呀 我这伤口要不好好处理 要是演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那就糟了 要你陪我走这一趟真不好意思 哪儿都坏啊 您是为了帮我才受伤的 我送您回去吧 哎呀 不用了 哎 你看 原本是我想帮你的忙 结果反倒连累你了 你赶紧回去吧 哎呀 时候不早了 被上面的人发现可就糟了 那 我先出去帮你打个车 哎呀 不用不用 我能照顾自己的 啊 赶紧走吧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阿姨 去吧啊 可长 我让你找优盘找哪儿去了 我刚才找了 优盘呢 我没找到 什么叫没找到 我看你根本就没找 先是把这儿弄得一团乱 然后假装找得很累似的回来 我看你这么碍眼 你去当演员好了 可长 我刚才离开你 你都说了 我也不想听 我们宋氏不应该有你这样的缘工 幸好我派人盯着你 否则还真让人给骗过去了 拿着 这是什么 辞职信呢 辞职信 你工作时间擅自离港 又别瞎话欺骗上司 我当然得开除你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 行了 你不要再跟我撞了 你这种人我不能不敢走 赶紧签吧 快点 就这儿 走 总裁 成华为什么要辞职 因为优盘的事啊 其实 那个优盘是成华弄丢的 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 当然要负责任了 而且他不只是把优盘弄丢了 他还擅自离港 按规定就是要开除的 他只不过是个新人 你口头警告几句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开除他 再说了 他离开港位是不对 可你听过他解释吗 我有啊 我知道新人不容易 我还专门等他回来跟我解释 可是他回来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应该开除他 要不然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话 不都白说了吗 你冤枉我了总裁 我没有想要开除他 是他自己把辞职信交给我的 我估计他是实在不好意思 待下去了吧 而且我看他态度挺坚决的 所以我才同意的 其实我也不像这样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成华虽然是个新人 但是一点新人的样子都没有 平时工作一点都不积极 同事们都很质疑他的工作态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了 行了 出去吧 我还得赶着重做请话叔呢 是 对了 总裁 那个清洁工家里有事 想早点过来 可以吗 随便吧 好 爸爸妈妈 好 女儿又让你们失望了 对不起 总裁 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调的 对对对对 谢谢啊 我找很久了 这个很重要 不用客气 等一下 请问你这个是在哪里找到的 就是在那个沙发椅子下面找到的 沙发椅子下面 整个办公室我都快掀翻了都没找到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下面 总裁 这种事是常有的 我们的打扫工具啊 也常常被人拿走 可是过几天啊 就会物归原位了 准是那些拿走的人突然想到 就放到原来的地方了 很正常的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总裁 不客气 压力太大 我带不下去了 压力大 你老实讲 是不是那个课长又吊带你了 当然不是 是我自己带不惯了 我知道了 你该不会是因为宋谣的关系 才不干的吧 怎么会呢 说哪儿去了 不然他今天干嘛找上门啊 有帅哥找你 这可是稀奇事啊 这么帅的帅哥也不介绍一下 是不是姐妹啊 你说宋总裁他来找我 他好像很关心你呢 他找我干什么 那还用说 但是追你啊 你该不会真的是因为他 才不干的吧 他根本不是这种人 也没有追我 瞎说什么呀 那是你神经大条 有眼睛也看不出来 他对你有意思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来他是总裁 二来他长得帅 你要是嫁给他 你就是总裁夫人了 就是啊 花姐 到时候啊 你就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那我就是凤凰身边的孔雀了 你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你们要是对他有意思呢 就自己主动一点 好好啊 那到时候 你就到我身边来当孔雀吧 哎 美美 如果我当上了总裁夫人 这间店就送给你 真的吗 贝贝姐 真的啊 我太爱你了 我太爱了 小花啊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今天公司轮班 我正好是早班 所以忙完就回来了 轮班 办公室怎么会有轮班呢 不会是公司里面 有人欺负你吧 没有 公司一切都挺好的 公司真的有轮班 还有轮修呢 爸 你别想那么多了 啊 没有就好啊 小花 你刚到人家公司工作 有什么不适应的 是难免的 忍耐一下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老伴啊 小花也不是小孩子了 这种事啊 你就别唠叨了 他刚下班回来 让他好好歇着吧 我哪儿唠叨了 你说这一天到晚的 见面的时间就这么少 我就不能跟他 多说几句话了 说说说 好了好了 是我不好 平时也没时间 陪你们聊天 我陪你们去散散步吧 好 女儿陪我们散步去了 妈 你慢点啊 来 小心点 你在门口帮我看着 有人来了就敲亮下 快一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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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右盆找到了 是清洁宫帮我找到的 太好了 总算是失而复得 我算是放心了 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我是不高兴 因为这个优盘 我损失了一名员工 不 是两名员工 两名 除了澄化还有谁啊 是一个欺骗我的人 一个从我这儿把优盘偷走 又悄悄地送回来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谁会干这么无聊的事啊 是啊 为什么 说吧 为什么拿走我的优盘 你说我啊 总裁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看出这种事呢 你拿我的优盘 就是为了陷害成话是吧 不是我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我 你不要冤枉我 我最后问你一次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优盘 真的不是我 你可以不承认 但是我有证据证明是你 你还要继续往后看吗 你还继续往后看吗 你们先出去一下 是 我还有你把优盘 丢到沙发下面的画面 如果你想看的话 我继续放给你看 高红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陷害成话 因为你 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可是你从来都对我冷冰冰的 现在你居然喜欢 像他这样的女人 我恨他 我恨他 你就是因为这个陷害他吗 对 他才第一天来上班 就上了你的车 我都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你从来都没有让我上过你的车 我能不恨吗 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高红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欣赏 但是 这不能作为你陷害成话的理由 总裁 你假公祭司陷害下属 还践踏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这样做 损失了公司多少资源和时间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我错了 我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没有下次了 我们公司不可能再信任你 你马上到人事处提出辞职 我之所以让你自己提出辞职 是还想给你留点脸面 你好自为之吧 总裁 总裁 对不起 对不起总裁 把辞职信搁着就可以出去了 我会让财务尽快把你的薪水回到你的账户去 从今天开始你跟宋氏一点瓜葛都没有了 不要好总裁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妈病了 真的很需要钱 我要是没有这份工作 闭嘴 你在陷害成化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他也有佳人哪 当初我希望你好好对新人对下属 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懂得什么叫反省吗 我会反省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总裁 我求你了 好 要留下也可以 但必须降值 你同意吗 如果不同意的话就算了 我同意 谢谢总裁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最好是 出去吧 宋先生 找成化是吧 来 进来坐 这边坐 请问 尽管问 他不在家 马上就回来了 宋总裁 我可以称呼你为宋先生吗 可以可以 你想称呼什么都可以 那好啊 阿杨 阿杨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需不需要会煮饭 小孩要生几个 这 这得看缘分 那个 成化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他马上就回来了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有没有跟美发师交往过 我 宋总 你可算回来了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找你点事 我们去外面说吧 就在这里说吗 阿杨 有什么秘密不能在这里说 怎么帅哥老喜欢成化 其实我长得也挺不错的 帅哥这种生物 还真难琢磨 你说这整件事情都是高科长文化的 是啊 成化 既然一切都是误会 你还是回来上班吗 我知道 你很委屈 但这件事情啊 跟我也有关系 是我没把优盘放好 又太信任高红了 所以害得你被他冤枉遏着 我已经把高红酱汁盛出来了 所以 你不用怕他会报复 尽管回来工作吧 可是总裁 我已经签了辞职书 而且我今天去面试 也挺顺利的 你给我辞职书了吗 我没收到啊 你的表情 说明你已经答应了 你专门跑来接我回去 我要是再不领情的话 就有点不近人情了 我答应你跟你回宋市 好好努力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 是下定决心 要把你请回去的 还好你答应了 要是再和你那个 北花院的朋友多见几次的话 我可真招架不住了 我跟你说 别看那个橙框 表面上老实巴交的样 其实这骨子里 是 阴着厉害着呢 让我跟他比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知道他是怎么当上科长的吗 怎么当上科长的 不就是傍上了宋总吗 是吧 不然他有什么能力啊 他凭什么当科长啊 不过你们要相信啊 靠这种关系上位的人 下来的比谁都快 恭喜科长今天新官上任 恭喜啊 等一下 有什么吩咐吗 是不是想传授我们 当上科长的秘诀啊 如果是因为我当上科长 让大家有各种猜测和不满 从而影响公司的相信力 我会考虑辞职 别别别 我们哪敢不服您呢 大家说是不是啊 怎么不说话呢 难道你们真的胆大包天 敢不服我们程大科长吗 谁敢 够了 你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不是我不服 是他们不服 我知道该怎么做 是吗 那就好啊 不过 别光说不略啊 我去吧 陈科长 董事长请你过去一趟 董事长找我 是啊 转告董事长 我马上就等 好 去 ב en就可以 jumped 陈科长 这位就是董事长 唐阿姨 不 董事长 您好 您忙去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帮我挡了那碗热汤 我就觉得你是个耿直又值得栽培的人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觉得我的眼光是正确的 谢谢董事长的栽培 可是 恐怕我要辜负您那番好意 怎么了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要离开宋市了 为什么 我很感谢您给我机会进入宋市 可现在我终于明白 是您的原因我才能升职这么快 同事们也都这么认为 是总裁的原因我才能当上科长 大家都很有意见 所以 所以你要离开 继续留下来的话 总务科的同事会有更多的不满 你错了 你的晋升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跟宋瑶更是没有关系 你的晋升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可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 小成 如果你那么在乎同事之间的闲言碎语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小成 你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 做大事的人 不应该受一些小事情的影响 面对困难 应该做的是面对 而不是逃避 身为主管 你要有这个能力来管理下属 更要有这个能力 化阻力为助力 化阻力为助力 对呀 在任何时 任何时候 你都应该有这个能力 来把阻力化成助力 而且 你之所以升职 完全凭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的才华 而你的能力 绝不只是当个科长 我相信有一天 我能把你栽培成 我的左膀右臂 可是恐怕我 陈华 你再这样瞻前顾后 畏首畏尾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 完全凭的是你自己的努力 凭你自己写的企划案 我不准你再怀疑自己的能力 留下来帮我 听到了吗 小成 好吧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这才对嘛 董事长 如果没有别的指示 我去工作了 好 你去忙吧 对了 以后私底下呀 还是叫我阿姨就行了 我去忙吧 我去忙吧 道歉哪 厉害吧 这女人 我告诉你们 我们总部科以后 可以在公司横行霸道了 对不对 谁让你拿别人东西来 不知道偷看别人的书 现在是不道德的吗 对不起 我没素质 但我很好奇 总裁究竟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了 对吧 不关你的事 去工作 科长发威了 赶紧好好工作啊 看见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这女的呀 跟宋总绝对是很暧昧的 没错 不然宋总怎么亲自送话 向她道歉呢 就是 所以说啊 这个女人上位 靠的根本不是什么能力 对不对 她靠的呀 就是跟总裁 我不好意思说 丢人 进来 谢谢你的话 可是你把她送到办公室 这么做太不多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为昨天晚上的事情 跟你道歉 所以才送花给你的 我跟绍军之间的恩怨 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向我道歉 还有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觉得我是靠和你的关系 所以才当上科长的 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 让我很困扰了 你现在又送花给我 只会让大家有更多的联想 请你别再让我为难了 承华 我只是送你说话而已 你不要听他们说闲话好了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 只要好好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 即便我可以不在乎 这些流言蜚语 但是 我也不想再生其他的事情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决定请辞终殿管家 你要不然做到月底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了 我已经决定了 谢谢你 成话 喂 宋阳 有点事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在日光咖啡厅见吧 什么事啊 哎呀 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等你啊 老板 你好多恨 你说你 你 这一样的 太好了 穩定了 油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没想到你 老板 你 走 你 你 你 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逛街啊 逛 你这样跟暴露筐有什么两样啊 这暴露筐还知道照一件外套呢 你 你这样出去呀 打算勾一谁呀你 这可是纽约时装周上 最流行的高级定制服装啊 你 你别梦我了 穿得这么伤风败俗 不知道想去勾一谁 算了 我跟你说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给我回来 打扮得这么妖气的 肯定是有鬼 你来晚了 你就这么有心心我一定会来 你不担心我临时所约吗 对于一个以前疯狂追求过的女孩 你对她的关心已经超过可能了 这一句不能逢人吧 没有决道的对象总是让人比较难忘 我只是把我的遗憾 转成永轻而已 找我什么事 我是想告诉你 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 我以前也会不会遇见 你就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我乒乓都会想要 我乒乓都会想要 你也不想要 我乒乓都会想要 你也不想要 你不想要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好 我跟绍军去你家吃饭 就刚好遇到他在你家里 我看你一定没打什么好主意吧 你冤枉我了 我还能什么坏主意呢 再说了 我长话 他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 他为了绍军 前到我们安家做保姆 他还威胁我 还往安琪吃的蛋糕里面下毒 他多变态啊 听起来 这不像是程华会做的事情 你应该是误会他了吧 算了算了 我看啊 你也对他着魔了 估计你也不会辞了他吧 如果你说的是我家的终点管家的话 他已经请辞了 如果你是说我们宋氏员工的话 我肯定不可能辞他 因为程华在公司的表现 我全部都看在眼里面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才 而且没什么心机 连我们董事长都非常欣赏他 不是说我想开除就能开除他的 他怎么会没有心机啊 他是全天底下最有心机的女人了 跟你也说不清楚 算了 你不会听的 我看我还是乖乖搬家吧 这么恐怖的女人 我一秒钟都不想见到你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听你说完程华的事情 你也给我个机会 让我说说你那个少君吧 说吧 少君怎么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看得很清楚 你跟你公公的矛盾 并不是因为程华而引起的 就算是你搬家了 这个矛盾也解决不了 另外就是 安氏企业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安氏又怎么了 安氏换了董事长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外头就不会传吗 你想想也知道 你就没有怀疑过 为什么少君会隐瞒 他跟程华之间的事情 他车祸失忆嘛 说过好多次了 这还要问吗 他说你就信了 琳娜 你明明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为什么一遇到少君 就变得是非黑白的分个亲了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不管你师父把我当做你的朋友 但是我是真心关心你 我不希望你这一辈子 就毁在这么个男人手上 你怕嫁错了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你对周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难道你就没有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 全部和少君有关系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吗 我 闭嘴 谁敢乱讲少君的坏话 哼 哼 爸 我果然没猜错啊 背着少君偷人哪 还敢跟肩负义打一场 说少君的坏话 我一定要让少君知道这件事 爸 我没有 爸 爸 你别走啊 爸你听我说 爸你别走 你干什么 爸 伯父 爸 站住 你不会了 我什么都没有讲啊 是他一直在讲 是不是误会 我去跟少君说了就知道了嘛 我 你别说这样会破坏我们的感情的 是你呀 不过我是真的冤枉你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大不了跟少君说清楚就好了嘛 分明就是有鬼呀 你这不是在破坏我们的感情吗 你越是要跟我变 我就越是要说 而且我现在就说 文父 不行你不许说 干什么 你放开 你不许说你 你 起 零呢 起来 来来来 我果然是一对狗男女啊 你等着瞧 我一定叫少君跟你立婚的 还哭呢 你没事吧 都怪你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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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坐吧 坐 你这都当科长了 怎么还是自己带饭呢 从前没当科长的时候 总是在这儿 打发中午的时间 不来这儿的话 总觉得怪怪的 而且在这儿吃饭 比较自在 您吃过饭了吗 吃是吃了 不过老是吃一些 差不多的东西 都吃腻了 这个菜是我自己做的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 您尝一下 我尝试想尝 不过 不是现在 那 我听宋谣说呀 你的厨艺很不错呢 下班之后还上他们家 去当终点管家 阿姨 您别误会 我跟总裁之间 没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关系 你说哪儿去了 宋谣啊 他是对你做饭的手艺 赞赏有加 今天晚上啊 我上他那儿去一趟 如果我能顺便尝尝你的手艺 你也就不须此行啦 这个 我已经辞职了 是宋谣欺负你了 当然不是 他对我很好 是我自己家里有一些问题 所以 时间上排不来 我这样 可惜了 宋谣说啊 自从他吃了你做的饭之后 就再也不想去外面吃饭了 我就没这口福啊 那是总裁夸张了 我没那么厉害的 要不 今晚你再跟我过去一趟 这 我呀 平常是自己一个人做 我呢 做饭做的呀 不怎么样 可是 总在外面吃饭吧 精致是精致 就是少了家的味道 哎呀 可要是 让我自己一个人开货吧 有时候又觉得 挺孤单的 哎呀 这人年纪一大呀 就是喜欢小得多 不过我也不勉强你 你要是不愿意去 那就算了 毕竟这也不是工作 我也不能要求你嘛 对不对 就当我随便说说吧 阿姨 要不这样吧 我带您今天晚上去下厨 请您好好地吃一顿 真的呀 真的呀 那好啊 下班之后啊 我就叫宋姚接你一块过去 就这么说定了啊 哦 哎呀 吃饭吃饭 好 快吃吧 你不尝尝了啊 我晚上再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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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强了 你为了少君已经陪上了家人 难道你还没得到教训吗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少君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 何况我安丽娜的选择 永远都是正确的 不说了 我回去了 恻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程华 大爷晚上再去你家一趟 我可告诉你啊 我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才说服他呢 你可别再给我搞砸了 谢谢董事长 先别谢我 到时候成不成啊 就要看你的造话了 如果你再给我搞砸了 可别说她不理你 我也会导向她那边的 知道吗 看来是背水一战了 好 今天晚上看我的表现 您再给我打算吧 好 再见 再见 店里有个假的 上次我给你介绍的那地方 你去了吗 我还没有 说好了 下次咱们一块去啊 好啊 成货 你看 他们关系也太好了吧 下了半夜一起走 这几日 就知道潘家男人的肩膀有什么怕 他能有什么本事 等等瞧吧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把柄的 不愿意 能不能再禁止 那我今天想要去哪里 你不愿意 要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在组长面子上才能复约的 对不起 要不跟你谈 我觉得你是不是一定会受气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有这个意思 你知不知道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有意思的话 不管他有多凶 有多烦淡 他都不会介意的 就这么这样 我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 就是上司和夏淑的关系 我们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现在没有 说不定以后会有希望的 别心情 让董事长看到你这样 要别骂 你今天晚上就好好地表现 我们别让董事长失望 只要今天我们能顺利过关 我心里就有八分的感激 但是十分的遗憾 怎么会又感激又遗憾呢 感激就是 因为你肯赴约 来下厨给他做菜啊 当然感激了 这遗憾呢 过了今天晚上 就再也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那遗憾不止十分 万分遗憾 哎呀 怎么过 这 这搞什么鬼啊这是 爸 你就别闹了 我跟宋遥真的没什么 我才懒得听你胡说呢 这少君的电话打不通 是不是你搞的鬼啊 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呀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让电话不通啊 你少啰嗦 等少君回来 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说 少奶奶 老爷怎么了 嘘 这个怎么办 哦 给我吧 你怎么办 滚蛋 你干嘛乱动我房间的东西啊 谁让你碰的啊 陆善 我今天是房间 看见房间里很乱 所以整理一下 都摆放好 毕竟这是我的工作嘛 谁要你那么多事啊 你整理就整理嘛 干嘛把我那些旧照片 都给丢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 都没有丢 我都收到向本里了 我都收到厨本里了 谁要你那么多事啊 爸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少君小时候啊 哦 这是不是少君的妈妈呀 关你什么事 这象板谁都不许动 要是不见了 我有你们好求的 别理他 真是老小孩 那么大年纪了脾气还那么大 我看全世界最难伺候的人 就是我们家这位了 我要出去了 你去哪儿啊 待会儿就要开饭了 你请的这个保姆啊 手艺平平 还不如小话呢 我现在要去隔壁吃饭 顺便跟我的前儿媳妇聊聊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跟少君团圆 不许去 你还嫌昨天在别人家闹得不够乱吗 你要是不准我去啊 我就把今天的事告诉少君 说你跟邻居乱搞 背着他偷人 去 爸 来 坐吧 坐我边上 哇 好香啊 董事长真是托您的福 我才可以吃到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 宋遥啊 我觉得你这个家什么都好 可惜就是缺了一样 什么 一个能干的女主人 是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成家了吧 我也想成家 可是我这追女朋友的手段 真的是太烂了 总是失败对吧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嗯 喂 我帮你乘饭吧 我来吧 我的手有毒啊 不是 没有 好了我自己去拿双筷子 我去帮你拿吧 宋遥 我用一下你的电脑啊 美国来了个极箭 我得看一下 哦 我陪你上去吧 嗯 好 哎 伯父 是我呀小华 我想问问你今天又煮了什么好吃的啊 不好意思 今天宋家有客人来 哎我闻到一股好香的味道啊 哎伯父 您不能哎 哎呦 这么满满一桌子菜 全都是我爱吃的 哎伯父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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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哎呦 嗯 这 啊 爸 好啊 你怎么能这样吃东西呢 手都没有洗 你太没规矩了吧你 什么没规矩啊 我看你才没规矩 在外面这样除落你公公 嗯 爸 咱们在外人面前别吵啊 哎 来咱先回家 你怎么 你还怕丢人哪 你 小话他不是外人 他是少君的前妻 既温柔又贤淑 重要的是 他烧的菜特别的好吃 哪像你啊 什么都不会 就会骂人 对了 还会偷人 你胡说什么啊你 我胡说什么了 你问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干了这档子事啊 哎哎你 你安小姐要不这样吧 既然伯父想吃 不如你们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就是嘛 这么多的菜哪吃得完嘛 我帮你吃 嘿嘿嘿 不许坐 你干什么 姐姐快帮我把他拉回去 干什么 打烂了打烂了你们 你干什么 我不走 这怎么了 放开我 我要吃饭 我还没吃哪 快走 放开我 放开我我不回去 小话 我不回家 我不回去 我就是不回去吧 快走 我不回去 放开我 我要不回去 发生什么事了 那么吵 是隔壁的邻居 现在没事了 赶紧去吃饭吧 菜都要凉了 好 走吧 这煮的是什么菜呀 这是人吃的吗 我不吃 我就是要吃小花煮的 我跟你讲 你休想去隔壁吃饭啊 这菜就这味儿 你要吃就吃 不吃你就饿着吧 你敢虐待你公公啊 好 你不让我吃是不是 我也不让你有好日子过 你干什么呀你 这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晚爹 全都是从欧洲进口的 你去把绳子拿来 好 拿绳子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过来 你干什么 过来 快一点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把你给绑起来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闹 你这样虐待你公公 看少爷回来怎么收拾你 我就跟他说 你不仅跟我闹 你还要去隔壁找陈华 看他是向着我还是向着你 放开我 快点绑起一点 放开 让你去找陈华 你不晓得媳妇啊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闹 你这是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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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 你媳妇偷人哪 她还打算杀人灭口啊 你胡说八道 谁偷人了 是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你 你这个老无赖 你居然打我 谁让你怎么对我爸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爸不仅跟我闹 你看这一定全是他搞乱的 最后我没办法了 我管不了他了我才 所以你就把他绑起来是吧 他是人不是畜生 我是他儿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是大不孝你知道吗 活该你被打 你以前在封建时代 你早就被修了 脱去游街进猪笼了 少君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就这样回报我吗 别理他 别理他 这种不孝的媳妇 早点叫他滚 我还能多活几年哪 你 别理他了 快来把我解开绳子啊你 真是 你呀 好好的小话不举 你娶个这不孝的媳妇 你有病啊你 你真是的 没有回来 真好 来了来了来了 丽娜 大嫂 怎么了 别哭别哭 先进来啊 娜娜 妈 妈 怎么了 妈 怎么哭成这样啊 妈 发生什么事了 告诉妈发生什么事了 妈 我错了 我错了 妈我好后悔啊 我不该 我不该跟少君出去住 我也不该惹爸生气 害得他都生病了 我本来是想要回来看望爸的 但是 我实在没留回来啊妈 可是现在少君对我这个样子 我该怎么办呢 他怎么对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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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妈他怎么对你了 他 他打我 什么 他打你 他居然打你 他怎么敢打你呢 还不是因为他爸 我们才刚搬到新家 住没两天 他爸就来住了 他爸是一个特别粗鲁 特别教养的人 他每天都跟我吵吵闹闹的 刚才又把我新买的碗 给故意砸碎了 我实在气不过 我再教训他一下 他被少君回来看见了 都知道我 他跟我说 他会好好对你的啊 搬出去没多久 他就打你 这样下去的话 还了得吗 妈说得对啊 如果你回去的话 他一定又会打你了 你就搬回来住 不要回去 不行 爸 爸 你家 不欢迎这个不孝之女 爸 别看我爸 我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我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